大家好,我是港古小姐的阿杰 我們剛剛講了有關盜蟻犬的故事 相信不少人都對盜蟻犬很有興趣 今天我們請了視像朋友Joanne 和她的盜蟻犬Jeannie 和大家一起逛逛街 讓大家看看盜蟻犬如何幫助視像朋友的生活 Joanne,多謝你接受你的邀請 也想知道你盜蟻犬出街之前 是否要接受一些訓練 是呀,之前也接受了一個月時間的訓練 導師會教我們怎樣帶盜蟻犬出街 怎樣給他指令 以及日常生活怎樣照顧他 那些基本的指令會有些甚麼 通常是分幾大類 一大類就是他帶我走的時候 就要給一些指令 例如 forward, straight on,如此類推 另一類就是跟他日常生活 例如 sit, down,那些 另外就算連他去廁所 都有指令 那我們現在出發了,好嗎? 好啊,出發了 搭港鐵可以說是 香港人生活不可滑血的一部分 今天Joanne就會在Jeannie的協助之下 和我們一起搭一程 我們由Joanne家出發 會走過一大段路 入商場 入商場 OK, forward OK, good girl 下樓梯 OK, heel Good girl, fine, right? OK, let's go 坐升降機 Good girl, in OK, good in 去到港鐵站找月台 Where is the gate? Good to find this gate Woo 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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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車 Good forward 找位 Side in a chair Good girl Good girl OK, good girl 之後我們回程 Good girl OK, forward, let's go Yes 離開港鐵站之後 搭扶手電梯 最後純利回到家 Joanne剛剛見到Jeannie很乖 是的 也留意到你 有很多指令給她 例如我見到你會叫她去找東西 為何會這樣做 日常我們生活都需要幫我們找東西 例如找垃圾桶 她去完廁所 要找垃圾桶扔東西 如果有一些路程比較長 我們就想她中間幫我們找東西 可以方便到我們定位 都見你路途中 都有跟她交流 聊天 其實也是 為何會這樣做 希望第一 大家一起走的時候 大家互相有溝通 例如我要走一條直路 但中間走一走 我都會繼續跟她說 走得很直 或者繼續走 讓她知道方向走得對 我剛剛都留意到 例如走樓梯 或者上樓扶手的時候 你不會用杜盲腔 其實你會用手帶 你怎麽會這樣轉 如果一般杜盲犬帶我們走路 她帶我們就是我拿著鞋子走 然後給她指令 但如果是我們帶她走 就放下鞋子 拿一條狗帶 給個禁止就可以了 今天都很感謝Joanne過來 跟我們逛街 最後都好像有個三筆一問的訊息 可不可以跟觀眾介紹一下 其實三筆一問就是 希望市民見到杜盲犬的時候 第一個筆就是不干擾 不要騷擾他們做事 另外第二個筆就是 不要餵東西給他們吃 而第三個筆就是 不要拒絕杜盲犬帶我們進去公共場所 至於一問就是 例如見到我們的時候 可能看到視障朋友 不知道自己想去哪裏 或者好像迷失了 都可以走來問問我們 需要不需要幫忙 希望大家都記住這個訊息 今天我們的節目時間差不多 好 拜拜